第一次 對妳來講這是新的里程碑 我為了練這一首歌 我真的是 連平常最愛的運動都不去了 他有多緊張 他從開始就戴著耳機一直練 大家每個人跟他打招呼 他說 他都沒有聽到 因為他一直在戴耳機 大家都心想 他今天怎麼 好像心情不好還怎麼樣 因為大家看不到他戴耳機 所以你一直整天戴耳機 就在練這個歌對不對 對 起頭難了 值得鼓勵 往新的挑戰 勇氣可嘉 對 我們先 薛宗美老師請 第一個先要佩服妳的勇氣 因為選擇台語歌的確 因為台語歌的技巧 跟流行國語歌 本來就是很大很大的不同 尤其是咬字 發音 音階 轉折 他都有很多 他一定要做到的表情 我覺得你最大的問題是在於 所以你在唱歌的時候 一直都沒有表現出 你很有自信的感覺 再來就是 所以還有你忘詞忘得太嚴重了 到高音的尾音也是 Pitch不是很準這樣子 所以一場的這個 台語歌就可以了解說 其實我們在台語歌要多多的練習 因為這個歌很多的侵略 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去學的這樣子 加油 謝謝老師 接下來我們請到林隆宇軒老師 關於台語歌這件事情 真的是還滿為難妳的 不過剛開始沒有注意到 我以為妳在唱日本歌曲 像這種歌曲在台語歌 經常出現的就是86拍或82拍 這個地方很多人他都會不太順暢 這個拍子我覺得妳處理得非常好 所以整個來說 從頭到尾我覺得是很連貫的 可是有個地方我覺得有點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妳只要唱到這個歌名的 歌B的那個B 妳的音就會滴下去 為什麼呢 只要到那個音 妳絕對音滴下去 因為我剛開始唱歌B的時候 我會講成歌杯 所以聲音會去 所以妳特別用力在發這個音 就是要把它發音標準 我再音那個發音 就會Pitch走掉了 妳的愛哪像 哪會這麼冷靜 斑問一吹一隊主力 倒掉糟米的咖啡 就是只有那個音 咖啡 然後就低了 可能是缺乏自信的關係 謝謝 繼續加油 謝謝 這個泰哥真的是很難 是 安歆芸這首歌 糟米的咖啡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勇敢挑戰台語的安歆芸 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60 70 80 86 87 88 小數點是多少 得到的分數是 88.4分 謝謝 對 我們這張黃牌給安歆芸 你看 請 那這樣子我們就有三張黃牌 但是我覺得他今天唱完這首歌 算鬆一口氣了 沒關係 那下週這三個人 再記上一張黃牌 就要離開這個舞台了 91分的羅平 我們先從他票箱 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朋友 得獎的是 恭喜你得到三千元的獎金 今天羅平91分 是成為楊倩時要過關的一個障礙 先謝謝四位 稍微休息片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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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要介紹高手組的表演 我們